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wa s-salamu wa Rasulillah Natakallam bi-idhnillah ta'ala an aqsam al-nas fil-i-tiqad fi l-as-bab Ping博词, 横词的 An-la-ji-z-zun-mim 这节课我们讲关于 Sibabu, 原因 这个课题 我们如何去认识 这个事物发生的原因呢 Nasin qasamu fi-hada ila thalati te-aqsam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 分为三个 有正确的 以及有大的举办 还有些人发生了 小的举办 首先我们讲正确的认识 谁如果相信 他们归信 他们归信 阿拉所规定的原因 才是真正的原因 阿拉给我们规定了一些事物发生的原因 有这个教法上的原因 还有一些我们所感知上的原因 一个人感到肚子痛 他来到了药店 拿了药 然后吃了药 他认为这个药是 他的治病的原因 治愈者是阿拉 正确吗 正确 因为这个药 是我们 病治好了 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 或者一个人 因为肚子疼 而念了 古兰经的开端章 这正确吗 这也正确 因为他 因为自己的病症 而向阿拉祈祷 是正确的 这就是正确的 认识的原因 正确的认识 由教法规定的 也就是 比如我们念 发体海 还有 就是我们感知的 比如我们吃药 但是我们要知道 阿拉是治愈者 第二个方面 有些人 他放置了一些东西 放在门上了 屋里了 车里了 或者身上了 比如 在头上 放一些 或许子的形象 或者鱼的形象 或者一些眼睛 或者手的形象 或者放一些铁物的东西 放到车里面 或者就像古老的一些方式 写上一些东西 放上一些东西 比如 就像海里的一些 好像是海里的一些东西 或者放一些石头 比如就像海里 放置海里的 涂上一些海里的盐 为什么要放置这些东西呢 他们认为 放置某些这些东西 或写上液字 放置一些东西 可以抵挡 毒眼 这些行为 都是小的举办 因为 阿拉没有 把这些事物 作为 那种结果的原因 一旦一个人 把一个原因 归结到 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 那都是小的举办 比如悬挂一些 吉祥物 就像前面我说 当然如果你认为 这种所谓的 吉祥物 它能够 真正的使你 受益 或受伤 它是根本的原因 那么 就是大的举办了 还有一些人 他们放置一些 吉祥物 以便来抵挡 抵挡 这个精灵 那 所以 我们 先前面 我们已经把 这个 原因分成三个部分 给大家讲解 正确的 认识 那是 他的 他相信 相信 一个问题的 原因 这种原因 是安拉所 规定的原因 是这个 法学上 规定的原因 以及 在这个 教法上 规定的原因 以及在感知上 规定的原因 如果 一个人 把一个事物的原因 搞错了 把 不是安拉所 规定的原因 规介于原因 那么 就发生了 小的举办 如果把 这种 错误的原因 又 认为 这种 错误的原因 是 使你受益 受伤 或受伤害的 那么 就会发生 大的举办 所以我们 不要 我们要警惕 这种 宣挂 吉祥物 等等的 这种行为 我们 祈求 伟大的安拉 保护我们 不要发生 这种 错误的 事情 是的 阿森,阿森,阿森 阿森